我身后就是让世界人民都为之震惊的黄河呼呼呼呼 来到这里你才明白 什么叫黄河的壮美 什么叫悬空坠河 万马奔投 这才是母亲河真正的样子 面对咱们的母亲河 你想说点什么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不还 这是李白的豪迈 白日一山进黄河入海流 这是世人王之焕的婉转 黄河长 长河黄 长长黄黄黄黄长长 国泰民强万家安康 我站的是陕西沿岸一侧 对面则是山西的极限 湖谷部部分属两省 景色各有不同 山西一侧看的是湖谷部部的正面 我没看的是它的侧面 不要问哪个景色会更好一些 我要告诉你的是 祖国山河不分伯仲 挑进黄河真的洗不清吗 实际上这是一个地理问题 黄河总长约为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 起源于青岔万元 在山东注入渤海 流经九个省区 在途经黄土高原的时候 剥挟了大量的泥沙 才变得浑浊不堪 一把黄土塑造出了千千万万个你和我 长城是金 这黄河就是破 我心目中的黄河坚强而伟大 从容还不破 它用母之般的温情与不爱 滋养了我们 更用它那不屈不挠 永不服输的精神教育了我 我爱你黄河 我爱你 我的祖国